他说我的错,是因为我回来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女儿的印度 丈夫的误会 一心忙工作忙工作忙工作,对这个家从来不管不问 我谢谢他帮我帮我的家照顾的鸡鸡油条 他又该如何挽救自己的生活 古法栏目剧,此间明月下集正在播出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来讲此间明月的下集 上一集的故事里边我们看到 故事主人公秦宇,她的丈夫董建斌 因为赌博被债主追至家中要债 秦宇为帮助丈夫摆脱要债人的纠缠 在争执当中把这个要债的人居然就给捅伤了 成了重伤 结果被判入狱四年 秦宇入狱之后 他们家有一邻居叫吴靖 确实也是出于好心 觉得这家人你说一大家子没个女人 尤其有个小姑娘 你说谁照顾谁关心她呢 结果她的这个出现 不但是让秦宇的女儿心心越来越喜欢她 居然秦宇的丈夫就对她动了心了 三年后秦宇因表现良好 提前刑满释放 可是没想到一回家一看 女儿女儿不理她 甚至就觉得很排斥她 而且她丈夫的心里边居然已经有了别人了 你说作为秦宇 怎么去面对这一切 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 没有 Terror 秦宇 秦宇 秦 秦宇 你也 muito回来 秦宇 妈 秦宇 秦宇 我们去 好 那我们去就是行了 秦源 秦宇 秦nicos 秦宇 秦宇 我是怎么了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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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四 六 妈 妈 你 这是什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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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玉 秦玉 趕緊回來 媽睡早了 秦玉 阿姨 阿姨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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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在對不起 我們已經見你了 準備褐色了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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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因為我回來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 都是我的作用 卻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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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都是你的錯 全部都是因為你 爸爸 你讓他走 我不想看見他 謝謝 你怎麼能做 如果他心痛我的話 他現在就應該走 奶奶就是因為他回來才去世的 謝謝 謝謝 你過來幹什麼 我 我們家已經夠亂掉了 以後又沒什麼事情 你就別過來 我是想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金媽媽 帶我出去玩吧 我不想看見他 謝謝 走吧金媽媽 走啦 走啦 謝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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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你 我 你 我 你心心還小 你還是個孩子 你 你 我 她 你 你 我 你 你 季妈妈 你带我去玩搁上车好不好啊 我还想去动物 也没去看猴子 我爸爸好久都没带我去玩了 季妈妈 怎么了 欣欣 以后你别叫阿姨季妈妈了 为什么呀 你就是我的季妈妈呀 现在你妈妈已经回来了 如果她听见你叫阿姨妈妈 她该伤心了 不 欣欣 阿姨告诉你 以后呢 我不能送你上学 也不能接你放学了 要是你有什么想吃的 要告诉妈妈 妈妈会做给你的 还有就是阿姨 也不能经常来你们家 但是如果欣欣需要阿姨帮忙 还是可以告诉我 好吗 为什么她回来了 你就不要我了 傻孩子 她才是你妈妈呀 我不想她回来 我讨厌她 欣欣 别胡说 我就是想要自己妈妈 我不想要她 欣欣 欣欣啊 阿姨已经对不起你妈妈了 如果再把你从她身边抢走 那岂不是对她太残忍了吗 我不管 好孩子 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 谢谢 谢谢 秦宇 小宇 你来了 我们好些年没见了吧 对啊 好多年都没见了 你这声音最近还挺好吧 不怎么紧气了 秦宇 你今天是过来找我叙叙旧呢 还进去做个面部护理啊 这么些年没见了 越长越漂亮了 是这样的 你们这是不是在招人呢 小秦 是你要找工作呀 你怎么不回你以前的公司看看呢 以前的公司不想去了 是这样 秦宇 我这可能确实帮不了有什么忙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那你先忙吧 我就先走了 那行 那我就不扭你了 改天再来玩啊 你先忙吧 我走了 慢走啊 我就不送了 没事 你先忙 秦秦姐 我们这儿不正在招人吗 你怎么不要啊 而且你跟他以前关系不挺好的吗 他捅了人 坐了几年狼 才从牢里放出来 这种人我敢要吗 你敢要不 重新回到家庭的金鱼 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为渐滨减轻一些压力 但是却屡屡蔽 最后他想到了自己的育游小丽 于是在小丽的酒吧里当了服务员 我说你也是 怎么想起来买酒啊 你老公知道你做这个吗 我没告诉他 你也别说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被你老公知道了 他能不能接受 秦宇 你现在的状况跟三年前可不一样 别人会用有色眼镜来看你的 这工作不适合你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深正不怕椅子鞋 你就别再劝我了 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知道 现在才刚刚步入正轨 而且建兵他一个人在外面开出租赚钱 实在是太辛苦了 必须要为这个家出份力 就算你再想为家里面出一份力 你也不能这样围栏自己呀 你在我在酒吧里 你既然是什么都不做 你的工资我还是发得起的 小丽姐 我想自己赚钱 帮建兵撑起这个价 我见你的已经太多了 还有什么呢 公众人 拿酒 那我去拿酒了 来 哥 来 哥 过来 过来 将你过来吧 这夫人长得很漂亮 要我这样吗 您给我跳个舞 然后我把你酒吧里边的酒 全部给买下来 不好意思 你不会跳舞 不会跳舞 行啊 你不会跳舞 不会喝酒吧 只要你把这杯酒喝完 咱把酒全买了 不好意思 我也不会喝酒 难道您洗的啊 难道您洗的啊 我喝 酒给他 来 拿着 咱还说他不会喝酒呢 喝 喝不了就别硬撑 你这么拼命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我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想我一家里面分担了 我也希望心心看见的不只是他的亲妈妈 还有我这个妈妈一直在他身边 孩子会自保护 干嘛 咳 mailing 呢 诶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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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欣欣呢 怎么没看见欣欣呢 看得早睡了 看得几点了 你怎么还能这样 去陪你 很清楚 我今天 我今天 陪几个客户 所以多喝了几杯 你说你不能喝酒 就别喝那么多 就对身体不好 让孩子知道也不好 行了 我给你倒杯水去 疏 孩子还小 不懂事 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欣欣他怎么就那么讨厌我呢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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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你说你这段时间能够做什么工作 一到晚上就出去 天快亮了才回来 还化这么浓的妆穿成这个样子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公司做什么工作 谈什么生意需要每天晚上都喝成这个样子 欣欣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你说你老是这个样子 让别人知道了肯定会说闲话的 他说了让欣欣知道了 他肯定会误会你的 欣欣欣 你告诉我 你心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别人了 你知不知道 姐姐你会有多想你 我不是我哥都想从未来跟你们在一起 这边 有我 你 还有欣欣 我们他跟人好好地在一起生活 好不好 好不好 妈 欣欣 你在这儿休息吧 我就会被欣欣 他最近的电话上都知道了吗 你 欣欣 欣欣来 妈妈牵她 confirm her 每次让我上学都让我迟到 以后你别说我 我自己可以 对不起啊 欣欣 妈妈下次绝对不会再让你迟到了 这妈妈以前让我上学 成了都不会让我迟到 而且她每天早上都会 给我和爸爸做早饭 把我和爸爸照顾得很好 可是你一回来什么都别弄 欣欣 你说她每天早上起来 都在家里给你们做早饭 她是不是住在咱们家呀 是不是啊 欣欣 你告诉妈妈是不是 是 是我和静妈妈还有爸爸的家 不是你的家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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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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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刚才走路没看见 没关系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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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欣 怎么了 是不是家里又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以为只要熬过这三年 我回到家之后 就可以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好端端的 居然冒出来一个女人 她要抢走我老公 还有我的心心 现在心心根本就不肯认 我这个给她脸上抹黑的妈妈 你知道吗 她现在看见我有多远 就会躲多远 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今天心心她跟我说了实话 原来那个吴静 在我坐监狱的时候 就已经跟健兵在一起了 当初是谁说不在乎的 还缺人家去找一个能照顾家的人 你说吧 现在人家找着了 你在心里承受不了了吧 你呀 这就叫自作自受 也不为自己去争取 凡事都由着别人去 喂 秦宇啊 在哪呢 怎么那么吵啊 哦 我在小丽姐这儿陪客户呢 怎么了 哦 是这样的 呃 我今天有个同事 临时有事 给我换了个班 我可能要晚点回来 呃 你就早点回家陪欣欣吧 啊 她一个人在家害怕呢 什么 哦 你说早点回去是吗 啊 好 放心吧 你打电话呢 什么 喝点酒啊 那我先下去了 小心点 先生 你们的酒 哎 什么 回来 先生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怎么就是我走了呀 不懂规矩 我告诉你 听听 你不是哥们斯 你喝多少 我买多少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不喝酒的 不喝酒 不是在酒吧上班不能喝酒 谁信哪 这呀 喝 我真的不喝 来喝一杯 我真的不喝 行 别闹了 人家不想喝酒 别逼人家喝 你想喝酒 来 我陪你 哎 哎 两个大老爷们喝怎么喝呀 这 这好有个美女 来来来 今天必须给这个面子 把这喝了 我真的不喝酒的 喝了 你不喝了 把酒全部拿回去 不买了 行了 这是我朋友 我不认识 哎呦 朋友 那行啊 他不喝 你来帮他喝 吹了 朋友 就得把这瓶干了 我跟你说啊 干了 啊 我干 哎 算了 这酒还是我来喝吧 感谢各位大哥经常到我们店里来照顾我们生意 这瓶酒 我干了 你干了 哎呦 你酒量挺好 这能喝这啥 这是双子 没事吧 谢谢 你在这上班啊 我们见过 这个 你记得吧 怎么会在你这儿 看来你真的忘了 那天在学校外面 我撞了你一下 这是从你包里掉出来的 我记得了 刚才 不好意思啊 我那帮朋友喝多了 没关系 你哥 我家里面还有点事 我就先回去了 没事吧 你看你都这样了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我也该走了 我去打车 我去打车 哦 不 不 你 武警 欣欣在你这儿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欣欣不见了 我又联系不上秦宇 这个孩子大晚上的跑哪儿去了 那咱们赶紧去找啊 都这么晚了 行 走吧 欣欣 欣欣 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妈妈拿 不客气 那你坐这儿干什么呀 这么冷啊 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 我怕你们不要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爸爸带你回家 走 秦宇 你们干什么呢 大哥 别走啊 你干什么呢 她是我朋友 秦宇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老公 什么意思 你自己叔叔 我跟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我叫你回家好好照顾心情 你倒好 喝酒喝得连自己的女儿都忘了 晚上还有人送你回家 大哥 我想你是物 我滚 秦宇 你自己好好问问信心 她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 你配当她的爸妈吗 对不起 可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想你一直都理解错了 我不需要你为我分担什么 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这个家 去看看你现在 跟几年前有什么区别 一心忙工作 忙工作 忙工作 对这个家从来不管不问 你不是很想知道 信心为什么跟你不亲吗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从来没有把这个家放在心上 谢谢你 帮我照顾信心 帮我尽到一个做母亲干净的责任 你说什么呢 是我在问你话 我当然应该谢谢她 我谢谢她那么多年 帮我把我的女儿带得那么大 我谢谢她帮我把我的家照顾得紧紧有条 秦宇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 我是真心而见病了 我也真心 把星星当自己女儿一样了 你放心 我承诺过 只要你回来 我会离开你们身后 金妈妈 你不要走 不要走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你继续当心心的金妈妈吧 然后好好跟建兵在一起生活 不用再有 我能接受 你接受 你能接受 你能接受 我接受不了 但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是考虑过很多之后 我才下的决定 星星她离不开 她的金妈妈 我也离不开星星 所以只能怎么办 七宇 我不会跟你离婚 我只是希望 我们彼此之间 可以互相涌静一下 七宇 清宇 清宇为了保留仅有的尊严 决定搬出去 与建宾冷静一段时间 让彼此都清楚自己的想法 清宇走后 建宾并没有和吴静好上 而是决定和欣欣 一起不靠别人帮助 好好的生活 另一边 清宇在南风的帮助下 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喂 何主任呢 你好你好 对 那个报表我已经打出来了 你现在是要要吗 那行 那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没关系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 好 再见 南总 怎么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呢 没关系的 昨天晚上加了个班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南总 我赶着去给何主任送资料呢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 星星 我也好多天没看见你了 想金阿姨没有 对了 这是金阿姨送给你的 金妈 金阿姨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我爸爸说 我们的生活要靠自己 不能都依赖别人 我答应过爸爸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谢谢 那如果以后 你遇到困难 会来找金阿姨吗 金阿姨再见 爸爸爸爸 你看见我那只花笔了没有 你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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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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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